我覺得新田是必須守護的地方 有人問為何明知漢夢一定會上馬 為何我們還會繼續堅持呢 魚塘濕地其實由很久以前已經受到很大的威脅 例如在70年代的錦繡花園 80年代的時候大型的發展在天水圍 短短的可能10年 20年間 香港其實是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濕地 在1997年的時候 政府做了一個魚塘生態調查研究 因為基於這份研究 定立了兩條很重要的界線 一個是濕地保護區 另一個是濕地緩衝區 守護著整個新界西北的魚塘 今天面對新田的發展 是過去30年來最大型的一個濕地的破壞 只無前例地影響後海灣濕地很大面積 是接近100公頃的魚塘濕地 當一些政策影響到動物又或者鳥類的時候 鳥仔是不會說話的 有誰可以為牠們去表達心聲呢 我們繼續堅持下去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雜無旁財 我們不能夠接受新田 無聲無色地被消失 我們亦都沒有權 去代表著鳥 去放棄 去代表著鳥 去放棄 好